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股是个量缩上涨的格局 但台币正好相反是爆量升值 今天量能蛮大有13亿的成交总量 今天升值了一角多 台币汇价突破新高了 今天来到29.38收盘 台币的升值会不会带动资产股呢 这等一下我们来请教连线专家 那现在来看亚洲股市 今天日经指数结束了连续三天的走高 有点获利了结的状况 因为昨天创了七个月来的新高 获利了结拖累今天指数走软 中场收跌了0.44% 收跌104点 收在23454点 日经指数今年表现的其实也不错了 那另外这个韩国股市今天继续守高 而且今天是创新高 创了2018年6月12号以来的收盘新高 指数涨幅是0.65%的幅度 那其他亚股也都走高 那像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上涨了92点 涨幅0.4% 上证指数涨幅0.5% 同时深层也涨了将近1%的幅度 所以今天亚股几乎都是走高的格局 那亚币也都走深 我们看到人民币也是升了16个月来的新高 现在目前的占人民币是突破了6.8% 来到6.7759最新的汇价 那离岸人民币是6.7763 这个离岸占人民币汇价现在差不太多 并没有明显的差距都是来到16个月来的新高 所以美元弱势的情况之下资金往亚洲流动 那今天台股反倒是量缩 这两天在上涨的过程中持续量缩 不过今天的量有比昨天稍微放大了 指数今天最多涨70点 最少的时候是跌14点 所以全日震荡幅度不大 明天是台子期前的月结算 在结算前夕颇有高档整理的味道 那今天收涨57点 收在12845点 连续两天推升 台子期今天收涨了56点 收在12840点 所以期间货之间的逆加差是5点 那台子期今天成交口数10万多口 正常的情况 那贵买值今天也是涨 这个0.5%左右的幅度 来到166.65点 成交的总值也说 就不到500亿484亿 那今天各类股都有所表现 那么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洪世哲分析师 洪老师你好 莫兄大家好 洪老师这指数量缩上涨 那这价量背离到底是什么原因 台股从7月28号 创新高来到了13031点之后 出现了当天的大量的涨 黑黑之后 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几乎都是在这根K棒500点内 湘形的一个震荡 那指数呢 这两天持续的上涨 但是成交量却没有跟上 其实呢 这段时间呢 台股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不过指数 已经从湘底 来到了湘形的一个上缘 至于会不会去突破呢 量能还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目前上涨的时候没有量 下跌的时候是量增的 这就是呢市场常常说的量价背离 很多人呢都知道量价背离这个口诀 但是呢没有深入的去理解 造成量价背离的原因 其实呢市场会呈现量价背离 我认为最简单的一个原因 就是目前一般的投资人 在市场上要赚钱是并不容易的 这两天指数连续的一个上涨 我相信呢很多人呢 持股是跟不上指数的一个涨幅 搞不好也因为 这要进场点的一个位置 不好而反而还赔钱 那大部分的一个市场的交易的人 操作习性大部分呢 都是短线有赚钱 马上就卖 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档 一直换股一直换股 对尤其现在呢 当中比率高达三成以上 所以呢市场在好赚的时候 投资人的一个操作呢 会呈现密集的一个换股 一档股票呢短线赚到了 马上有换就卖出 再买下一档 这样呢也造成了整体的一个盘势 成交量会非常的一个热络 但是现在呢 因为类股的一个轮动非常快速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投资人呢 去买当天最强最热门的股票 隔天呢要赚钱呢 并不容易 反而还容易会断套 通常呢这一般人赔钱呢 不会马上停顺 所以慢慢的很多的投资人 开始会被断套 不再密集的换股 甚至呢不再买股票 再等解套 那市场这个量 逐渐的减少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子 其实操作难度也高了 所以也导致了这个状况 对不对 对 所以因为最近呢 类股的轮动也非常的快 那昨天我们打开整个财经节目来看的话 很多人都是在说资金会转移到这个电子股身上 但我们去看今天的一个盘面 升级股呢 今天是表现是最强的一个类股 昨天呢没有人会跟你说 这个升级股准备要反弹了 然后呢很多人说主流股准备在转向 但是呢我们看到 通常涨一个月以上的一个主流股呢 不会几乎都是不会在一天就马上转向的 原本呢今天原本的一个主流股 像太阳能呢或者是风电甚至是硕化的话 昨天呢回档休息之后呢 很多今天又涨回来了 所以目前的一个盘是 很多人会在意到底原主流会不会持续的上涨 还是呢修正过后的一个电子股能不能转强 以及升级股有没有机会持续的反弹等等 其实呢当大家在关注这个这个这点的时候呢 那你有没有发现哦 就算最后我们买到对的股票 不过只要你买点不佳的话 要赚钱其实在这个盘式里面也不是相 也不容易哦 搞不好还会赔钱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都在强调的是股票的一个位阶很重要 那我就举例一档股票呢 我们今天刚买进的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在盘下买进的1305的花下 那最近的市场都知道 这个硕化股因为原油的一个下跌 而且呢他们的产品上涨之下呢 产生的一个利差的一个关系 造成那个利差的扩大 造成它的获利 产品会变好 然后我们看过去呢 几天哦 投信也密集在买超这个1305的花下 是 但我们打开花下的K线图哦 如果你上个礼拜呢 出量啊 华下创新高了 你去买的话 那最高的一个位置呢 是23.4元哦 到今天哦 盘中最低点的一个位置呢 是来到了19.85元 也就是呢 短短的两天的一个时间哦 它回档最高呢 可以高达15%的一个 上下震荡的空间 通常呢 一般人交易呢 只要你赔10%呢 就会很想要停损了 何况呢 它短短两天哦 它的股价已经回跌到15% 同样一档股票呢 你上个礼拜看到 它突破大涨巨追的话 跟我们今天呢 盘下才进场的话 一样的一个股票呢 但是不一样的一个买点 对操作的一个结果会差很多 上个礼拜五呢 买的可能还在等解套 但我们今天盘下买的 已经先赚了 7%以上 所以过去呢 我们常常跟大家说 个股的一个位阶呢 在目前的一个盘是 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市场要涨 电子股 传产股 或者是生计股 在一万三千点的附近呢 最终会影响你 会不会赚钱的 是取决在于你买在哪里 过去呢 市场气氛比较好的时候 量能充足的时候呢 看到的一个股票 大涨去追的话 还比较容易赚钱 那因为市场有更多的钱 愿意帮你来抬轿 但一旦呢 市场这个气氛呢 开始出现了谨慎 所以成交量能 这个量能呢 逐渐的一个递渐的一个递渐 你去追高呢 还要期待呢 有人愿意帮你抬轿吗 给你获利下车吗 这个难度自然就会增加 所以不同的一个环境 对应不同的一个操作的逻辑 目前要先看股票所在这个位阶 然后才决定你进场的一个买点 好 那至于说您刚刚讲到说 有一些股票要视它的位阶买进 那有一些这个电子股最近修正已多 是不是一个低位阶好的买点呢 比如说像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像IP的IC设计有很多股票 这一波杀的都非常的凶 那这些股票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买点呢 还是说我们还要再看一看 当然这些股票呢 从高位间已经修正了大概一两成以上 所以我现在我就拿现在我们操作的一个例子来看 最近很多人不知道说电子股要如何来选择 所以呢我们先拿最近呢 我带这个家族成员操作的一个电子股来举例 近期呢我们就买进了像上个礼拜五买进了6683的一个雍字科 或者是呢原项 这些股价呢都是从高档修正了三成以上 所以呢在目前呢 来到这个相对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大量的一个成交的区域啊 或者是季线或者是半年线的一个支撑 越多的一个支撑 双重支撑的位置进场的话 你的风险呢相对的就比较低 那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进场的像6683的一个雍字科 或者是原项呢 这些股票其实呢它在八月份的一个营收呢 都是持续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但是呢股价却已经从高点修正了三成以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进场呢已经把这个风险呢降到最低了 所以过去呢大家喜欢的一些去美化的一个概念股啊 还有5G设备的相关的公司呢 甚至呢这个mini LED的电子股呢 这些工具大家都认识的一些好公司好产业呢 选股的逻辑呢就是呢 可以针对这个高档已经修正过了 然后呢营收又保持在维持在高档的一个持续成长的股票为主 好所以这个基本上要找修正过 然后基本面没掉下去 反而这个未来基本面是看好的相关族群 是 所以您刚刚举像原项啊像雍字科啊 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至于说未来抗好还有像风电啊太阳能啊这些股票呢 原先呢这些主流股的部分呢 像风电还有太阳能以及硕化族群等等啊 那就要看各股所在的一个位阶了 那很多近期强势的一个主流的股票 其实它短线已经几涨超过无成 甚至呢还有翻倍的 像这个6443的一个元金啊 已经从这个最低的一个7块钱呢 涨到24块啊 四倍的一个涨无啊 如果你在这边要继续的一个操作的话 自然要有这个震荡加大的一个准备了 那像风电的3708的一个上尾投控呢 也是呢从最近的100块涨到了160块啊 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呢 涨了六成啊 这边如果您要进场的话 我相信呢一般的投资人呢 也不敢买很多啦 买完之后呢 一个震荡呢 也会提心的吊胆啊 不过如果呢 我们可以从同样的一个族群 同样的一个主流股当中呢 选出相对啊 这个位阶比较低的 搞不好也有机会呢 被市场这个资金青睐 展开了补涨啊 尤其呢 现在一些市场资金呢 也喜好低基企 而且或者是低价的一个类股呢 今天呢我就用把 用这个逻辑哦 把一档啊 这个市场股呢 送给大家 那这档公司呢 它已经转型成风电股 对比呢 很多相关的一些风电股呢 目前已经涨了五成六成以上了 这档股票呢 直到最近呢 已经才开始突破了底部的一个形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过去呢 公司要发这个可转换公司债 所以公司在压抑它的一个股价 不然呢 你如果在发行CB的一个阶段里面 股价如果它一路的一个上涨的话 这样的一个大股东呢 要认CB的一个价格呢 自然就会提高 所以呢 要压抑这个公司的一个股价呢 才比较好定价 那这家公司呢 今天已经确定了 它的一个CB的一个转换的价格 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 这家公司呢 不需要再压抑它的 它的公司的一个股价 让股票呢 回归到它正常的一个趋势上面 如果再从这个基本面来看这家公司呢 因为这家公司呢 跟国际风电的一个大厂合作 已经在台中港出货 跟风电相关的产品 所以今年的一个营收 会比去年大幅的一个成长 重点是呢 明年才是它的产品的 出货的一个爆发期 那产业趋势没有问题 只是呢 过去因为发行CB的一个关系 股价受到一个压抑 那现在CB呢 定价已经完毕了 股价随时会展开 频繁的一个行情了 所以今天呢 那市场啊 你确认这个定完价格之后 已经有开始有买盘来进场了 好 所以基本上涉及到公司自己筹资的问题了 所以说并不是基本面不好 不然最近其实风电股都是轮动很快啊 不管这个海上的体材 都路上的体材 都轮动得非常快 这投资人有一些追不上脚步的感觉呢 另外太阳能股也是一样啊 您刚刚所讲的一些热门股票啊 像茂迪对不对 涨到30块钱又打下来 打得也很深啊 所以有时候投资人看到这些热门股票也会怕怕的 没错 通常刚才我提到了这些风电的一个族群啊 因为股价已经涨多了 所以呢 这边的震荡会比较剧烈一点哦 那刚才我所要提到的这张股票呢 因为个别公司的一个问题哦 因为它要定价CV的一个关系呢 通常哦 我们可以看到发行CV的一家公司呢 其实它公司派做多的心态是非常强的哦 那我们举例哦 像1598的一个待遇哦 它是一个它是一家健身的一个器材的公司哦 也是呢 在今年6月底呢 董事会也会要发行这个可转债哦 那配合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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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司呢 最近呢 业绩持续的一个成长哦 股价也是从这个不到60块哦 涨到呢 最近呢 来到了147块 几乎呢 大涨了一倍哦 啊 如果呢 你在过去哦 没有跟上我们啊 之前所提到的 这个太阳能呢 或者是风电的一个主群哦 像我们在20块以下买的 太阳能的一个643的元金哦 还有面板的一个偏观管的一个 8215的一个名机材 大涨的听众朋友 今天哦 这一档哦 刚发 刚决定了这个CV的一个转换价的这两公司呢 这个它前八月的营收呢 也创了同级的一个新高 是市场上面最便宜的一个风电股哦 你可以决定绝对呢 不能再错过了 嗯 今天呢 节目之后呢 来电呢 就送给我们的中时听众朋友 好 那另外台币今天升到波段新高哦 那台币的升值呢 是不是哦 会带动一些资产营件的题材呢 哦 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最近的一个资产营件股哦 其实呢 这些日然营故已经大涨了一波哦 就像过去我们所提到的2504的一个国产哦 其实呢 从十几块 现在已经涨到了接近块 25块哦 那2102的这个 像这个泰风啊 也是一样哦 最近呢 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的位置 其实呢 这些股票未来会不会持续的大涨呢 还是要看公司内部的一些筹码的一个状况 如果一些筹码 比较零万的公司呢 自然也不会随着这个台币升值的一个状况 会还会持续的创新高 嗯 好 那你刚既然谈到国产就请教你 因为国产要办减资嘛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减资到底应该要去参与还是不要参与呢 可能很多人手上有国产这样股票的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减资也马上要进行了 好像10月份的时候吧 嗯 啊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国产是在相对的一个高的一个位置哦 但是呢 包含他外资持续的在买超 投信呢 最近呢 也是买超不断了 所以呢 至于要不要参与减资的话呢 就看你所买的一个位置的 那如果呢 你买在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呢 我认为呢 我认为呢 还是建议他可以来参与他一个减资的一个情况 嗯哼 好 那另外就是说既然盘面上一些中低价的热门族群 你怎么看呢 像面板啊 像是联电啊 长龙啊 这些十几二十块的股票似乎都是盘面上面人气的焦点 您会怎么建议如果手上有或没有这些股票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们可以看到来分这个面板还有航运股啊 那面板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他的面板的一个族群 在三星呢 即将推出他的LCT的一个业务之后呢 最近其实面板呢 也有涨价的一个现象 也带动了其他像偏光斑啊 或那个增量膜等等这些 这些面板的一个材料呢 也有上涨的一个空间 从法人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他们还是持续的在卖面板的一个族群喔 所以呢最近呢 还是可以留意喔 来到一个相对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比如说他这个大量区啦 或者是月线 或者时时线的一个位置呢 还是可以尝试的去买进喔 嗯嗯 好 那至于说航运族群呢 航运呢最近因为大陆还有这个价格呢 航运的一个价格呢 已经有所谓的软 变软的一个现象喔 没有再持续的一个上涨喔 所以呢这边我还是觉得说 涨高的一些股票 甚至呢涨了这五成 或者是六成以上的股票呢 这边要特别的去小心喔 不要套在上面 尤其是在出现大量的一个时候 好 那生技股最后请您讲一下 您最近观察的方向 喔生技股呢最近喔 很多的像这个 因为进入了秋天喔 大家都比较害怕说 未来还是有这个额度爆发的一个现象喔 所以呢很多的像 这个相关的一些防疫的一个个股呢 像这个中化生啊 或者是呢 这些相关比较强势的台康生技呢 都是有出现投信啊 持续买超的现象啊 这两档的个股呢 可以特别去留意 是不是呢 投信啊持续的有作涨的一个 基底作涨的一个情况了 好 似乎这个美国疫苗进度也很快喔 我看到新闻说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喔 这个施打疫苗喔 中国大陆应该是这个进度最快的喔 那美国今天也传出来 辉瑞认为说年底有机会 把这个疫苗发放下去了喔 所以看起来这个年底疫苗应该会是一个 呃我们可以观察的 防疫的很重要的方向了 好非常谢谢洪世泽分析师 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好久没谈地产喔 我们今天这两段来讲一下最新的事况了 好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最新的六都买卖移转的动数 其实都有在增温的情势喔 那据我跟一些这个二手屋的业者 有房仲业者聊啊 他们说哇最近啊这个房子也是很好卖喔 很多区域都卖到没货喔 那是真的有这么热吗喔 那台北现在目前整个房价其实也是居高了喔 那大家会想说那我到底去哪里买喔 相对这个我可以买得起的房子喔 那这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常讲嘛 买房不要让自己的负担太大嘛 尤其是这两天的新闻也传出来说 哇现在民众啊 这个全台湾的统计数字啊 就是说我们房贷齐数是创历史新高喔 好什么叫房贷齐数 就是说你跟银行借钱啊 你到底要多久把这个房贷还清 现在目前最新的数字是22年 因为现银行也推了30年 跟40年期的房贷方案 所以说很多民众去选择更长天期的 就拉高了这个齐数的平均值 到22年才能还清 那你想看你22年还清 那到底你要买多少价位的房子 这也是一个重点 尤其是现在房价也真的都不便宜喔 根据联征中心的这个平均数字 我所看到的喔 到去年第四季啊 全台的平均房贷已经超过1000万了 也就是说1000万起跳的房子是基本款 那拉到22年 等于很多人就想说 我背一个壳会不会很辛苦 那这些00种种 我们今天有机会都来谈 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房产专家 是汤泉国际销售的副总经理 陈庆荣 陈副总你好 慕华兄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 今年房市啊 其实这个首购跟换屋组啊 都有进场 那根据各地震局7月买卖移转的动数啊 六株我们刚讲 合计达到了23588万动 这个月增幅度将近两成喔 年增也达到2.8% 那其中台北市的买卖移转动数的数据啊 是大增的26.5% 那新北市7月呢 移转更超过了6000栋 这个所以看到双北回温的力道也蛮强的嘛 呃我想是的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呃刚性需求是现在主要的一个市场 那我想资金动能来讲的话 在整个市场其实是 呃是挺猛的啦 那如果以整个区域来讲的话 呃我想呃我想购物需求 我想只要是人喔 他一定是会有住的需求啦 那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央行 我们房贷的利率喔 其实都有屡创行低 像最低下1.36 其实所以对于这个每个人的负担能力来讲的话 其实对购物上面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以现在整个区域来看的话 呃呃其实在双北市 如果能够呃在呃整个区域里是有捷运的地方 呃如果能够找到呃我想呃可能每平不到三字头的房子 呃单价啦 呃我想是非常困难的 三字头啊很不容易 哦对非常不容易 连新竹啊桃园大概三字头的房家都不见得很容易了 对所以如果说以整个双北市有捷运的地方来讲的话呃可能目前还有机会呃可以到二字头 嗯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的话我想淡水是一个选择嗯 那淡水来讲的话因为他本身有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优势 他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呃这个选定的这个呃这个我们想呃这个健康城市 哦一个健康城市我想这是双北市唯一的一个健康城市的一个条件 嗯哦那他本身有捷运的呃这个红线哦那本身在区域内呢他也有做这个轻轨捷运 对哦所以呃他整个区域的一个机能其实都已经趋于完善 嗯那么另外在淡水的部分的话呢我想很现在的推案量我想很很大的一个集中是在这个淡海兴师镇 对那因为淡海兴师镇哦他本身呃他在这个靠近鱼人码头那边哦 嗯嗯他有做一条呃这我们的国家建设有有一条就是淡江大桥 对那这个全长900公尺的淡江大桥事实上如果从新市镇哦嗯这边一路跨到对岸的巴黎 对那他的一个行车速度其实就会非常的畅通 因为到巴黎你可以接台六一到机场大概35分钟嘛是可以到中任机场 那么如果你是往台六四线去接的话呢嗯我想最近的话到五谷哦大概15分钟 左右你就可以下交流道去接国道一号嗯那你就可以畅通整个台北市 OK好那那么另外台六四他本身就是会经过这个新北市的 而新庄五谷板桥中永和最远到新店嗯那这些地区哦呃台六四经过这些地区 他的房价基本上跟新市镇来讲的话呃我想高很多高非常多 对对对对可能平均有超过两倍以上的一个单价 差不多有有有有因为你像六四号有到新店有到中和吗 对不对没错好那到这些地方那六四号当然也还有到三重了 对对就是六四号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弯呢 是那这条路上面所有经过的地方大概每一瓶都是四五十万以上了 好你刚刚讲说二字头的话那真的就是两倍double了吗 嗯对那么我想如果说呃以淡水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以一个住的条件 嗯嗯嗯呃那个地方的环境哦我想每个人都会喜欢你看每年哦 当然现在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看每年的一个观光客他至少超过八百万的人次 嗯所以说这样一个的一个属于观光的一个城市一个好山好水的城市 他本身也有捷运可以到对假设他的交通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嗯嗯那么我想对于呃有刚性需求的啦 首购族新婚啦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好那您刚谈到那个淡江大桥其实淡江大桥讲了非常多年 都一直还没有浮出水面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完工呢 就是说能浮出水面那当然如果说从约码头那边去到巴黎哦 走淡江大桥然后经过六四号到那真的就很方便 因为现在大家想说我搬去淡水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嘛 是因为毕竟呃经过红树林啊经过竹围那一带都要塞车 对哦那另外说哎坐捷运坐捷运其实一而一段时间还在连通轻轨 所以大家很希望说淡江大桥很快可以哦浮出水面能通车 有没有一个既定时程呃他现在如果说呃这个呃赏屋者哦 如果说呃您到这个鱼人码头去看事实上他那边的那个桥的这个结构工程其实都已经矗立在海中央了哦 所以已经开始慢慢浮出来就对了 对在我十几年前刚到淡海的时候哦只是选举桥了 每到选举就喊一喊的 不过最近这几年确实已经哦真的就是已经开始做了哦 那我们其实我们在地方卖房子很久了哦我们都是非常的雀跃哦 因为从以前的选举桥到现在你看到那个桥浮在这个海中央的时候 嗯那再加上呃整个呃整个呃整个我们刚才讲那个洪树林前面这一段的这个中正东路哦就是最常塞车的那一段 对啊那塞很厉害哦没错他在灯灰大道下来一郊口那个地方往往都等好几个红绿灯呢 是是是是没错那那个地方的话呢洪树林哦这个外侧的地方那目前也有一条北侧快速道路也在今年通过环平 OK这条也讲很久了这条很久了那正式今年哦就是呃正式通过环平了哦 所以说他的预定预定的一个工程也是预定预定在这个2024年哦会完工那么跟淡江大桥也是预定在2024年哦OK 所以我们可以说假设是日可待这个2024年的话如果说这两条都是顺利的按照政府公告的一个时程所完工的话那淡水会有非常翻天覆地的差别 嗯因为他一般会变成呃一般泛泛来讲一个小时的双北生活圈会缩短成有望缩短成半个小时嗯那时间距离差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房价差了两倍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嗯好所以2024年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年哦是对对淡淡海人来讲对淡水人来讲真的他们非常期期待你刚讲这两个重大建设 是这两个重大建设其实对解决交通瓶颈来讲很关键哦那的确现在看到时程也出来了哦也不是说所谓的选举票选举口号了哦这真的会落实好问题就是说淡海新市政也挺大的哦像我每次去到那个地方就看到很多新的建案是好那当然呃市龙很整齐了哦那都那个街道也很迟啊 这个就是有都市计划这种味道哦就等于说是一个重化区的味道你到淡水老市政里面去那个路不是弯的就是斜的不然就上下坡这样子哦嗯到里面都会迷路了哦车子一进去可能就转不回来哦那头很痛可是进入淡海新市政你就觉得哇这个就不一样哦可是问题里面建案非常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么多的建案我到底要怎么选对不对 哦以及呢说这么多的案子啊房价真的会涨吗哦就有很多人会有这种疑问吗哦是的我想我们说先从这个挑选房子来来讲起好了哦因为我想我们这个淡海新市政哦他本身哦非常大心意计划区的13倍大哦对但是他整个一个发展规模假设做起来的话我相信他会是新北市最闪亮的一颗心哦因为呃不瞒您说哦这个应该你到淡水去看 因为淡亮大桥的关系我们很多呃像国滨影城美丽星影城嗯都已经进驻那么像是前几年这个利宝集团这个福隆饭店也已经早就已经进驻我们鱼人码头对那其实陆陆续续会有很多开发商来关注这个地方嗯以及来开发这个地方那如果要挑选房子的话呢我想这一区真的是非常适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重化区哦它好在什么地方完整结果人车分道电缆电线地下化对那再来就是全部都是新房子 那我们想新房子跟旧房子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哎它的绿化空间一定比较多因为啊每一块地它不可能盖满哦不像以前旧公寓的时代哦每一块地都要留设非常多的绿地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挑选房子我们可能就是呃呃就是期盼这个消费者能够呃去找一种大一点的基地对就是说我想土地哦跟钻石一样哦越大越值钱嗯因为越大片的土地你在规划整个建案 它能够做得更完善嗯嗯因为我想不管大建案小建案它里面的公社比哦这个因为碍于法令的关系我想差不多都是30以上啊一定要的对那现在现在像新北市现在的公社比大概都是3334到35之间对对所以如果说您是挑选到比较大的一个基地的一个社区的话呢那当然你使用的空间就会比较大对哦因为它不可能盖满对 好像一般重化区建并率只有50嗯哇那你如果你去你去那种呃一万坪的基地盖的房这个社区那它的空地面积绿地面积绿化面积就会有50%对那就会有5000平对啊所以它这是附加价值嗯嗯嗯啊如果说呃这个附加价值不去不去把握的话就很可惜嗯那么另外就是说呃它基地够大它规划的这个休闲设施才能够更完善嗯嗯啊举凡哦像我们的建案也是会有这个露天泳池啦 甚至可以泡汤啦OK哦那KTV室啊一些多功能运动室乒乓球健身房这些都是等于是说跟一般建案公社比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但是你却享受饭店级的一个设施了解非常广大的一个绿化面积这样子好这就为什么重化区里面一些大型建案哦它的那个公社都会留非常大的空间其实跟法规规定是有关系的哦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7万台FM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好这以前有条歌啊这个李炳辉唱的嘛叫流浪到淡水了好是大家现在是去住到淡水不是流浪到淡水好所以说淡水现在已经变成是很多人住宅的选择啊那当然因为它的性价比高了最主要就是因为刚刚副总也谈到现在目前这个双北地区还有二字头的真的是绝无仅有了好那当然因为淡水有它的本身的条件的关系 所以它现在还可以维持二字头但是一旦它这些条件瓶颈障碍去除掉之后我们讲的就是交通嘛去不掉之后那它可能就不会是二字头了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所谓性价比它也不会是一值的因为随着重大工程的推展然后包括是完工了2024年的淡江大桥真正开通了不只是浮出水面通车了那另外刚刚讲到说这个 在现在目前的这条唯一的马路上面旁边 每测快速道 每测还有一条快速道也完工了 那这个交通问题瓶颈弹去掉的话可能这个房价就不见得只是二字头了是不是 好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呢是汤泉国际销售的副总经理陈庆龙 陈庆龙你刚刚讲说你在淡水十几年啊 你在那边那么久啊 那你那边是帝王了在帝王了吗 我一直以为我是飞龙在天结果没想到是水中绞龙啊 所以等于说淡水新市镇就是从零到有就是你在你在这段时间了吗 淡水新市镇大概就十几年的时间吗 没错事实上我大概十几年前十一十二年前刚到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时候事实上真的是荒草漫漫 对真的你看不到房子了它是全部都是草比人高是真的 因为我们以前要到那个北海岸去玩的时候都会经过那边对不对 对没错真的那边都是一片荒地 所以我们我也很惊讶我真的很惊讶说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发展 只要他有建设来辅助没想到会这么的快 其实现在去看淡海新市镇里面的一个阶阔跟整个一个建案 其实都是短短这几年发生的事 十年前真的它就是一片草而已 所以你看一个地方的进步真的是很快 只要是交通建设打通 我们讲任督二脉打通了之后真的人就进来 你看我十年十二年前的话那时候淡海新市整个淡水区 它的一个入籍的人口大概就是在十二万到十三万之间 目前应该已经超过十八万人了 哇那增加五十趴 对非常快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人 当然因为它的价钱目前售价来讲还低 所以会吸引到很多的这个首购组 因为负担比较轻 好那您刚讲说就是 从化区最好选这个大坪树的建案 这基地面积够大的建案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讲说建幣率就百分之五十 所以等于说它一半要拿来做 可能是花园或是说公共设施对不对 所以说你住进去相对你可以享受更多的居家条件 不是只有在你自己的一个房子里面而已 对那我想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的社会我想如果购物者 现在消费者都很聪明了 网络都查得到 是是我讲买房子的话超值我想很重要 当然超值 怎么样子买到超值 如果你管理费差不多 公设比差不多 我们就讲一句话 我很喜欢跟客人讲一个东西来比喻 我觉得这非常贴切 如果你今天付差不多的钱去国外度假 那你今天要选一个饭店 你是希望选小一点的 还是你要选很大 然后你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使用 然后整个风景很漂亮 然后很好的设施 我想我会选后者 这是答案 比如说巴黎岛的话 我会选那个就是饭店啊 在海边 然后他也很多公社的这种 那当然也有人会选那种villa啦 就是自己一个小小游泳池了 事实上我有一次去巴黎岛 就是这个也去住那个小villa 那个小泳池 我实在是真的觉得 那个就根本就是在泡水的 根本不是游泳 泡脚池 对对对 住起来没啥意思 那整个新市镇来讲的话 真的要够大的基地 然后有规划这种露天泳池的 像我们现在的建案 目前是全新完工嘛 对 事实上还在代管期间 那我每次只要走到这个休闲设施 看到那种家庭和乐的这个样子 在泳池里面玩水 我每天都好开心 OK 我到暗场去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是是 何况像我们暗子的话 有非常多的这个外国人 对 老外喜欢住那一带吗 非常喜欢 他们是买还租呢 有租有买 但是有能力的当然是买了 像我们每天 我仔细观察 每天基本上都有一两对 固定一两对 那种就是外籍人士 他直接 他就每天去泡在那个泳池里面 OK 因为在国外的这种住家 是没有这种很少 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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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享受 泳池很维护很贵的 对 你如果社区没有到一定规模的话 坦白讲也很难 当然 对 维护起来是非常 不容易 对 所以等于说你去买到一个 度假的地方了 度假 那住宅兼休闲 然后他有很好的风景 对 那您在汤泉国际服务那么久 那现在目前 在双北您没有什么个案 我们的双北个案 重新好像现在是放在淡海是吧 目前是放在淡海地区 然后淡水也有 然后在这个 这个新店 当然也是 也是有一些建案在推出 那比较不同的是说 因为我们淡水这个地方 第一他全新完工 符合现在刚新需求的市场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有配合一些 这个装潢的部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住宅有搭配这个全市的一个装潢 你不需要自己装潢了 是的 他本身部分我们有做这个系统柜 然后搭配一些方案 我们有一些家电的一个配置 OK 对 那对于 等于说一卡皮箱进出 是这样意思吗 拎包入住 OK 对 因为这个我想对现在的话 是刚进需求的一个的这个消费族群 这非常重要 因为省钱嘛 省心省时省力 当然 当然 对 他自己再去找设计师 再去找家具啊 家电 他其实要花很多时间跟行李 对不对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我们现在盖房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从消费者 让他 让他能够更轻易的 去买到人生中的 的这个第一间房子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以淡水地区来讲的话 你看他现在的机能都越来越成熟 除了本身淡水的旧市区之外 像我们周边一些商圈都隐城等等 像有些也有百货也要进住了 OK 对 那饭店什么的都一直抢进到这个地区 对 我们可以指日可待 就是说我们这一区淡水 它会即将会呈现不一样的风貌 是 好 那另外就是说房价的状况如何呢 这个其实双北现在目前房价真的非常的高 台北市好了 你随便要买一个新房你每一个三四千万 你根本就不要去想台北市 对不对 那新北当然稍微低一点 但是奖塞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好那为什么这个房价都降不下来 我想 当然我想这个就跟原料的关系 我想很大很大的关系 对因为木华兄你我想你做财经你应该非常晓得 每天整个一个财经的卖动你都很清楚 现在我们建设公司如果说要找土地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地主都要给你们脸色看 真的没办法 对 要开发要整合甚至都根 哇那那真是旷日费时 是啊 非常困难 呃那再来就是说宿地更难找 对 你要整合一些旧房子 可能哦 哦那个那个也是很头痛啊 可能短则五年长则十年以上啊 开发成本高了 开发成本是真的高 那再加上说现在来讲的话 它很透明 嗯哦 像呃 实际上都有实际上登录吗 你土地都有 所以说呃地主比我们更聪明 说实在话的 那今天的新闻 有一则是大陆工程的这个陈总经理 是 他有发一篇新闻嘛 那是这是这是确实 我们做建筑业感同身受 哦 譬如说他今天的一篇新闻 哦 这个上网搜寻搜寻的到 是 哦就是说他也很头痛啊 为什么因为一直那个工资一直在涨 有点夸张 而且还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工人 听说台北工人根本就是找不到 对 像他有讲说没有错 像这模板的工资啊 这个每平方公尺从480 目前已经涨到750 哇塞 那你钢筋绑扎的这个工资啊 从这个每顿哦 每顿的这个 呃我记得好像是 多少多少钱 啊 五六千 哎 我看 你涨很多就对了 涨很多 反正不管砸钢筋的 做模板的 做投水的 全部都 都去处就对了啦 钢筋绑扎五千哦 每顿啊 涨到七千 哇 这个涨幅也将近快百分之五十 快五十哦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真的要回去 不是 其实我们也在思考一下 这个工资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 因为缺工缺成这样 所以你说 你说房价要便宜到哪里去 其实真的有限 嗯 哦 哦 哦 那所以只能够去找 像刚才木哈兄 一开头就有提到 要找到千万以下的房子 还真的很困难 真的 哦 那尤其他本身 如果又有捷运的地方 哦 那我们呃 淡海地区 其实就是个选择 好 我们有一些房型 哦 不管两房或三房 都有一些 一些房型 他是一千万以内 是可以买到的 好的 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请到汤全国际的 陈副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副总